好 再來看到是昨天這一則發文 網絡上頭評論兩集 這是我們總統蔡英文的發文 說晚餐時間要跟大家分享 來自各國的美食 原因是因為昨天他去參加了 台北國際食品展 在這個台北國際食品系列展裡頭 他特別提到了這一件事情 就像我們的石斑魚 不是被大陸禁止出口了嗎 禁止輸入中國之後 他就說他看到了 日本福島的漁產的這邊 養殖業者就講 他們要透過吃民主的魚 來聲援台灣 還說要協助讓我們的台灣食斑魚 進口日本 然後同時他又講了 在這個食品展裡頭 不但有民族的魚 同時也有很多民主好物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民主食品 來到台灣一切都是民主 連空氣都很有民主 可是問題是 這樣子的一個發文 卻是讓下頭有些網友留言狂酸 說到底民主的魚 什麼叫做民主的魚 不要再搞意識形態了好嗎 還有人告訴他 那麼民主的電是不是要漲18% 才有辦法打平呢 也有人問他 說昨天下午海軍反潛直升機出事了 你身為山軍統帥沒發文 卻是在講民主的魚 這是不是有一些些的不對呢 而其實另一個部分則是這五個人 現在大家很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 這個是指揮中心的五虎將 這五位指揮官現在說被病毒給攻陷 陸陸續續的確診 被網友戲稱叫做確診五月天 其中發言人莊仁祥昨天下午已經回來主持疫情記者會了 他坦言喉嚨還是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呢 雖然有上班 可是因為還是兩條淡淡的紅色的線 所以呢自我要求比較高 仍舊缺席記者會 讓網友開始問 那如果是部長這樣子的一個示範的話 我如果確診了第八天快篩 還是淡淡兩條線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上班啊 今天是由我跟羅富一起主持記者會 確診後居家照護七天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 下午終於現身疫情記者會 因為前一天晚間快篩陰性安心解隔 但他的聲音明顯不像以前洪亮 不過比他更早確診隔離的指揮官陳時中 都解隔三天 仍未出席記者會 不過也因為陳時中 連三天快篩陽性都未出席記者會 有網友po文提問 到底第八天快篩陽性 要不要直接上班 部長我被你弄得好亂 還有網友留言痛批政府 說一套做一套 更有人打算套句部長名言 你不要太滿一切都要怪病毒 勞動部也回應 若確診解隔七天後 人快篩陽性或是如果是陰性 但症狀沒有完全緩解 可再向雇主請假隔離 雇主不可以拒絕勞工請假 由於疫情並未升溫也有專家表示 月底可思考新冠肺炎 從第五類法定傳染病降為第四類 指揮中心開設等級調降 陳時中卸任指揮官 但莊人想反駁目前指揮中心運作如常 並沒有聽到這樣的消息 這裡請楊宗彥台北報導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次數生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